一件事在你的心里能憋多久 我们的王女士硬生生的憋了四十多年的委屈 到底他们结婚的这四十多年 王女士的婚姻经历了什么呢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爱情保卫站 王女士憋屈的四十年 王女士觉得自己一个人还要上班 还要做饭还要带孩子 根本忙不过来 而且照顾孩子出事了 老公还埋怨她没有带好孩子 可见王女士是真的觉得自己委屈了 这么一件事在心里憋屈了那么多年 可婚姻不就是这样吗 女人付出的永远比男生多 而且王女士你也不要太生气 你老公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单位什么 是挺忙 我还是单位的那个先进工作者 所以这个时间呢 照顾家呢就比较少 你们有没有发现 男人永远都有那么多借口 怎么女人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 到了男人就不行了呢 他们还会被自己找不住个 看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 让你无法反驳她 提起之前的是 王女士就是一肚子苦水 今天在节目上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 王女士表示这么多年在心里一直有一个节 那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 有个女人一直盯着她看 王女士表示 虽然王先生年轻的时候一表人才 但是那个女的一直看她就是有问题 你是不是有关系啊 那你怎么跟着你呢 他都不跟别人啊 在大街上上看到个睡哥 多看街也很正常啊 也没必要揪着这件事不放 再说了这件事 也不是王先生能决定的啊 而且这件事 王先生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三十多年的是王女士寄到了现在 那心的厌弃也憋到了现在 别的我去成天老行事啊 王女士有一天上完班回家吃完饭 第二天起来不会动的了 浑身疼 就一点也动的不了 疼的你真的 那个滋味是没法说的 就为这个事 为了这是王女士还把自己气病了 真不至于啊 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无论是有什么委屈的事 都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一位 把自己的身体气坏了 那好处不就全让男人的了 再者说了这件事 本身就是她自己气自己 从头到尾 王先生一点都不知道 王女士真的有点转牛角尖了 如果他们夫妻俩 只有王女士一人的错 他们也不可能来到这个节目了 他们给人家同志去收拾表 收拾来收拾 把我这表这个零件给人家安上了 王先生就是那种老好人 你把自己媳妇的表 给卸了庄人家表上 那还是结婚的时候买的表 你说你媳妇能不生气吗 再说了这也不全是修表的问题啊 你就没想过别人的表走了 自己媳妇的宝还能不能走呢 而且她干学来风的是还不少呢 咱家就挣这点钱 你用那钱去买的修表的零价 买那个给人家修表的油 给你点了油花了一百多块钱 那个年代一百多块钱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难怪王你是会积那么多年呢 有些是能积那么多长时间 都是有一定原因的 王先生就是一老好人 在外面搞的人缘不错 一点都不关心 家里老婆孩子的事情 那你不买那个东西 哥那咱家过去的 是不能宽多点 那也影响不了 还不影响 那谁帮你一把呀 确实是有些时候 你帮了别人 等你有困难的时候 人家不一定会帮你 所以啊 做人做事的为自己考虑一下 不能只要面子活受罪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